又大又肥的泰国虾 现钓现烤 撒上盐巴 再放进烤炉 瞬间香气四溢 盐烤活虾是不少钓客 最爱吃法 但想在钓虾场 吃到这一味 小屁股可得先学会 动力比较差 所以大会就不太会吃饵 然后大概就会聚在某个地方 和人一样天气冷了 虾子也会变得懒洋洋 以泰国虾来说 23到25度活动力最旺盛 吃饵度最高 20度左右活动力则会减缓 要是低于18度 甚至还会停止进食 必须钓我们所谓的拖一点 把钩子藏在池底上 等于就是用打的 对 因为它活动力太低了 不同于钓漂法 钻钓虾身 钓贴或是钓托法 都是等到虾子吃进钓耳 再扬肝 上钩率也会更高 另外对付冬天 要让钓虾生意 携滚滚 业者也出招 走进钓虾场后方的小房间 就能看到水池旁 放着一个个金属盒子 用来加热水温 好让虾子活跳跳 以前在用那种电汤池 那种加热棒 那我们有过滤池 那我们会放在过滤池的最末端 然后做一个加热的那个动作 然后让水循环之后 然后再回到大池里面去 来 放开哦 一口气将整桶泰国虾 倒进虾池 业者加码推出 整点放虾活动 虾子轻松好掉 顾客才会不停上门 生意源源不绝 三十位徐兆维 赖信仪 台北采访报道